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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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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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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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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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阿们 我们是基督 强大的强大 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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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地 都愿意服事澳洲 以致全世界的人而代道 我们祖盛 我们是基督的肢 祖盛 强受我们不游 sel受我们不受我们不受受到我们不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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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的饿中 强欠了上帝的荣耀 而有所偏差 并且能在生活和工作中 通过他们所行之事和行事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对周围人的爱 定位住上帝的荣耀 而生活和工作 求上帝的恩典间 故我们成为社区的光与言 奉我主耶稣基督圣明而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一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 皆属于父 永无穷尽 阿们 无论是希腊人 不是希腊人 聪明 还是蠢的人 我都欠了他们一份福音的债 所以 我很希望 可以尽力将福音 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一点都不会将福音 当为可耻 因为福音 是上帝的能力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首先从犹太人开始 然后轮到希腊人 和其他的民族 事实上 上帝的公义 就是藉着这个福音表明出来 即是 人由始至终 都要持守信心 只可以跟上帝有良好的关系 正如圣经那样说 二人 必恩信而活 但在另一方面 上帝大发而怒 从天上降下懲罰 落到一切歪曲正义 拒绝真理 不谦不义的人身上 其实 关于上帝的事 人是可以清楚知道的 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了 在人的心里面 因为自从创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恒能力 和神圣 是人明明可知的 虽然用眼看不到 却可以透过受造之物 领悟出灵 所以再无藉口 可以推唐或不知的 不过 他们虽然明知有上帝 却无敬拜他 亦都不去尊敬和感谢他 所以 他们的思想变得很荒谬 本来已经无知的心 就变得更加昏暗 他们还自以为很聪明 其实是愚不可及 他们拿些会变坏的人 飞禽 走兽 昆虫 这些东西来做偶像 想取代这位永不扭坏的上帝 因为这样 上帝就任由他们 给自己心里面的欲念控制 重欲行人 以至互相做出一些 羞辱自己身体的事 他们用方话 来代替上帝的真理 又崇拜和侍奉的受造物 但是就不可以敬奉做物 其实只有主 才是永远值得称重的 阿门 所以 上帝就任由他们放纵情欲 他们的女人 歪曲了性的正常用途 做出反常的事 男人 男人 亦是这样 放弃了正常的男女关系 欲火攻心 就同性相恋 做出极其羞耻的事 他们一定会 知识其果 受到应得的报应 既然 人故意不理上帝 上帝就任由他们 给自己邪癖的心态控制 以至做出种种 不应该做的事 他们的心 塞满了各种 不耳 邪恶 贪恼 阴险 质道 凶杀 争斗 诡诈 恶毒 他们又挑拨离间 背后讲人闲话 埋怨上帝 欺压人 由自高自大 无恶不作 不孝信父母 丧尽天良 不守信用 无情无义 无痛情心 他们虽然明知 上帝警告过 做这些事的人 真是该死 但是 他们仍然继续去做 不止这样 他们又怂恿人 跟他们同流合乎 大家早晨 大家早上好 好高兴 今天可以是一个 几新的背景 跟大家一起 去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 就是福音 上帝的大能 我们今天讲到主题 就是福音 上帝的大能 我们相信了 我们相信了主耶稣 其实是不是就好像 拥有了 入到天堂的入场券一样呢 我们相信了主耶稣之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拥有了 通往天堂的入场券呢 是不是那个福音的大能 就在我们得到 这张入场券的时候 就停了了 不再有效呢 但是不是那个福音的大能 就在我们得到这张入场券之后 就停住了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福音大能的全部呢 如果福音的大能 停在我们信主之后那一刻 那除了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跟人讲自己 为什么信耶稣的故事 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不是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每一天的过活就没有关系呢 如果福音的大能 停在了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的话 那么我们去传福音 除了跟别人讲 自己为什么信主耶稣之外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不是就与我们信徒在地上的生命 和日常的生活再也没有关系了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这样福音的大能 其实都不是挺厉害的 如果只是真的这样的话 那福音的大能 好像也没有很厉害 但其实弟兄姊妹 福音的大能是没有停在 我们信主那一刻的 但弟兄姐妹们 福音的大能是没有停在 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的 神透过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 是世上唯一最终得胜的好消息 神透过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 是世上唯一最终得胜的好消息 也都只有福音是能够将罪得胜的人 我们带到一个永恶的喜乐里面 也只有福音可以把那些最得赦美的人 也就是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喜乐里面 这个喜乐是经得起人生的考验 是超越环境的限制 它能够突破这个生命的困局 这个喜乐是经得起人生的考验 是可以超越了环境的限制 也可以突破人生的困局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呢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呢 福音的大能是能够使得你和我 去到走在上帝预备的一条蒙福的路上面 福音的大能是可以使得你和我 是走在那个上帝已经预备好的 那条蒙福的道路之上 我们为了这个摆在前面的喜乐 我们为了只有透过福音才能够得到的救赎 那一个的救赎是加强了我们 不再看重现在我们生活里面遇到 面对的困难 它是给到我们有能力 也都鼓励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去跟随耶稣 我们为了那个喜乐 我们为了那个只有透过福音 才能得着的救赎 他们可以加强我们在生活中 不再只是看到那个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困难 我们也可以鼓励到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当天我们之后呢 就会有几位会友呢 就是背起那个抬着十字架 然后呢还有另外的会友呢 就跟在后面再走 我们一路的走出教会 走到去维多利亚街 之后呢就经过教会的停车场进回教会 我们一路走啊 从教会大门走出去维多利亚街 然后绕着一圈 然后呢从教会的后面的停车场 再走回教会 正正是两个月之后呢 刚刚上个星期 我就去明身 就是说教会附近那一间的餐馆 去买点心吃 而正正两个月之后呢 就是上周呢 我就是正好去 那个明星餐馆 就是教会对面的那个 去买东西吃 里面那个店员就问我了 那天呢 我见到你们抬着十字架 在维多利亚街上走 是不是你们呀 你们在做着什么呀 那店员就问我 那天之前那天 是不是你们在维多利亚街上 抬着那个十字架在走啊 是你们吗 在干嘛 其实在那一天 我们没有一个人猜到 那短短的都不够五分钟的路程 我们一齐经历背起十字架 跟随耶稣 会为了一些在街上 见到我们的人呢 带来一个听福音的机会 我们啊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 就是那天短短的 背着十字架的一段 可能五分钟不断的路程 可以让那些街上的人看到 然后呢给他们带来一个 可能是传到福音 听到福音的机会 原来福音的大能 和福音能够吸引人的能力 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原来福音的大能 福音可以吸引人的能力 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所以当保罗他在他的时代 他面对被监禁 坐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其实是能够去到 专注在永恒的 救赎的一个福音的大能 福音能够去到 为人的生命去得胜的时候 去感到喜乐 所以在保罗呢 当时他那个年代 他在被困在监狱的时候呢 他可以定睛在 那个永恒的救赎中 可以看到福音 可以为人得着胜利的时候呢 他也是感到喜乐 他喜乐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就算坐在监狱都好 他能够去唱歌 去赞美上帝 他能够喜乐地 继续向人家传港上帝的福音 他喜乐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在坐牢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继续地 歌唱赞美上帝 也继续地和人宣讲福音 可以拯救人 我相信保罗他那时 在监狱里面 他是已经能够想象到 在将来的一班 因为他愿意为福音 扶上牺牲 而吸引去到 听从福音 去得救的我们 去接受耶稣 可能啊我想 保罗当时在监狱里面 可能已经想象到啊 我们会因着他们那种 愿意为福音 负上而牺牲 而我们因他们的负上 而被吸引到 而接受耶稣 他因为这样 而他感到十分之喜乐 而他一想到这样 他就会感到无比的喜乐 令到他觉得 他为福音赴上 甚至牺牲他的生命 也都是值得的 让他觉得 为福音这样 负上牺牲 甚至是牺牲生命 也是值得的 但是 这股力量在哪里来的呢 但他这股力量 是从何而来呢 这个大能 这个福音的大能 在我生命里面 有什么的作为呢 而这种福音的大能 在我们的生命中 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我们的信心和福音 那种关联 怎样令到 在我们这些 信了耶稣的人的生命里面 可以继续工作呢 我们的信心和福音的关联 如何又可以让我们 在我们这种 已经信了耶稣的人的生命中 继续做工呢 人的确是因为 听了福音 而去相信神的 但是福音的力量 不单单是限于 带人去相信神 是继续有果效的 人的确是因为 听到福音 而去相信神 但福音的能力 并不仅限于 只是领人信神 还是在信神之后 继续有果效 保罗指出福音是大能 不是在我们 接受耶稣那一刻 就停的 保罗指出 福音的大能 不是在我们信耶稣 接受耶稣那一刻 就停止了 圣经提醒我们 不要就是希望 好像在火里面经过一样 这样得救就算了 圣经提醒我们 不要只求像那种 从火里面经过 被得救 这样就算了 我相信保罗 其实在这里 是引用着 旧约罗德 就是阿伯拉罕的质疑 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不要停在满足于 紧紧得救的地步 我们就是不要停止在 紧紧得救的地步 不要将福音的大能 神规限在 只能吃到桌下的 零饼的零碎 就觉得 哎 够了 不要把福音的大能 就仅限于 好像只吃到台底下的 那个饼碎就满足了 神对你的祝福 神透过你 去为别人带来的祝福 是大大多过够用的 神透过你 去为别人带来祝福 大大的是多过够用而已 你没理由 去到一家很高级的酒店 去吃自助餐的时候 只吃几个船仔就算这么蠢 就好像你没有理由 去一个很高级的自助餐餐厅 去吃饭的时候 你却只吃几个土豆就罢了 人生的工程 在顺处之后 仍然继续作工 直到工程完成为止 人生的工程是在信主之后 继续施工的 然后直到工程完成为止 工程何时完成呢 那工程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工程会在世上生命结束 进入永恒的一刻 才完工 工程会在世上生命结束 进入永恒那一刻才完工的 保罗他希望我们认知 福音的大能带给我们终极的德性 令到我们每天可以跟圣洁和荣耀的上帝一齐 享受那种安稳和喜乐 保罗希望我们可以认知到福音的大能是可以带给我们终极的喜乐 使我们每天在圣洁和荣耀的神的同在中可以得到那种永恒的那种安稳和喜乐 我们不以福音为止 也不以那些人生曾经有过的不见得光的事情为止 这不单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 福音的大能是去到解脱了 拿走了我们对我们以前的遗憾和我们的羞恥 福音的大能更是把我们对以往的那个遗憾 以往的那个羞恥给除去了 他加力给我们将今天的困难 主化成见证上帝的机遇 他加力给我们把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变化成荣耀上帝的机遇 在整个的经历里面 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一种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荣耀 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得性的喜乐 让我们在整个经历里面可以得着 可以经历到一些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荣耀 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一个得性的喜乐 其实都有人问过我的 Yvonne当你讲道的时候 你经常用自己的故事去解释一些真理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有那个胆量 去将自己的东西讲给人家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 就是讲道的时候 整天用自己的故事来去说明一些真理 很有胆量的把自己的东西说出来 为什么呢 其实用别人伪人的经历不是更好吗 就是用别人的那些不好讲自己 其实用那些什么伪人啊 出名的人的经历不是更好吗 用别人的好不要用自己的 你不是应该将自己好的一面讲出来 那些不好的坏的或者不是很光彩的以往 不是应该收藏起来比较好吗 你不怕别人的目光吗 在YouTube哦 不是在教会里面 在YouTube对别人看的时候 那些人可能不认识你的哦 你不怕呀 你不怕别人的目光吗 不单只是在教会哦 还会在YouTube频道上哦 有些人可能都不认识你 他们可能有别的目光看到 然后这样子你不怕吗 其实我能够在讲道的时候 讲出自己一些不是那么好 或者不见得人的以往 或者在我思想里面的一些过错 全部是因为我经历过福音的大难 我能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去看我自己去接纳我自己 其实我能够在讲道里面 说出一些我不好的过往 是我一些思想上的过错 全是因为我可以在上帝的福音的恩典中 看到我自己以前 看到我认识我自己 在上帝的福音的恩典里面 我会看我自己的以前 我会看我今日 还有我看到我的将来 在这个福音的恩典里面 我去看我自己 看到以前的我 也看我今天的我 也看到将来的我 这个正正就是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持续跟我的过去 现在 和将来连结在一起 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持续的将我们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连接在一起 真正的能够释放我们得到自由 去活出上帝创造一个原先美好的我 可以真正的释放我们的自由 去活出了上帝那个创造的原先的那个我 是最好的我 是最好的我 以上帝的眼光去看自己 能够在恩典里面 去看到自己的无限的可能性 以上帝的眼光去看自己 可以看到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 自己的那个无限的可能 所以如果你问 今天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现在眼前的困难呢 所以如果你想问 今天我怎样去处理我眼前的困难呢 但如果我们只是着盡于看眼前的困难的时候 其实那些困难是不会停的 但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眼睛盯着那些眼前的困难的时候 其实那些困难是不会停的 它只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在你人生里面不停的出现而已 它只会转换成另外一些形式 在你的人生里面不停的出现 耶稣基督他专注的不是十字架的苦 他专注于将来在神的国的里面 那一个的喜乐 所以他能够战胜十字架的苦 耶稣基督他没有专注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苦 他专注的是那个可以将来的那个永恒的喜乐 所以他可以得到战胜丁十字架 所带来的那些羞辱 福音的大能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廉价暂时的解决方法 或者只不过安慰一下你的 福音的大能带给我们的那种很廉价的 只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法 或者只是稍微安慰一下你 福音的大能帮助我们看到的就是将来得胜的喜乐 是永远的得胜 我们有能力去到迎上今天的困难 福音的大能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将来的那个得胜 是永远的得胜的那个喜乐 让我们有能力 有力量去迎上那个现在的那些困难 就像是大卫王 他在诗篇二十三篇说他说 我一生一世必有一位慈爱随着我 并且我要住在上帝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正如大卫王在诗篇所说的 我一生必有恩惠慈爱追随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福音的大能让我们能够跟神同在 并且得到最终的安稳和无穷的喜乐 这个福音的大能帮助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 并且最终得到那个安稳和无穷的喜乐 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令到我们跟神和好 才可以去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生命和喜乐 唯有耶稣基督福音才能够可以拯救人 才可以使人与上帝和好 才可以让我们可以享受那个永恒的喜乐 也都因为这样的时候 保罗他在哥伦多后书就教导我一些 已经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要非常地去到明白一个真理 就是我们要持续在上帝的爱和恩典的里面 去看我们自己认罪悔改成长 所以在保罗也在哥伦多后书七章十节里面 教导了已经信主的已经得救了信徒 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就是我们信徒也在得救之后 也要持续地在神的慈爱的认罪 恩典里面要继续地认识自己 继续地认罪悔改继续地成长 信徒是不应该在信了耶稣之后 就好像放弃了自己 搞定了 就停止不再检视自己的生命 忽略自己或者疏忽自己的罪 不再去悔改和去到认错的 信徒不应该在信了主耶稣之后 就停止去检视自己的生命 好像一切都搞定了 只要就忽视了自己 可能有了罪 或忽视了自己一些过错 不再去认罪悔改 这个的而且确是很多信徒 对自己的信仰生命的误解 因为信了耶稣 我们就搞定了 不用再做什么了 没错 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信而得救 不是靠行为 这是真的 有些人 这的确有可能是很多信徒的一些误区 就是以为信了之后就搞定了 不用再做什么了 没错 不过的确是我们是因了信耶稣而得救 不是靠做一些什么行为而得救 这是真理 但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一定是会有好行为 并且在品格上会更加的常处耶稣基督 但一个重生的 一个得救的信徒 他一定是会办有好的行为 并且他在品格上是会每天都越来越有那个基督的样式的 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最像耶稣的 只有品格是越来越像耶稣的 没有说哪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更像耶稣 最像耶稣 只有品格越来越像耶稣的信徒 所以我们需要福音来建造我们的信心 福音的应许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令到得性的人生成为真真确确的事实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福音来建造我们的信心 福音的应许就是要救一切所信的人 而且要使得性的人生成为一个真真确确的事实 神应许我们的 在经文里面是精精确确确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是能够充足的得到一切我们的需要 神是应许我们是真真切切的告诉我们 我们在耶稣里面是可以得到我们充足的需要的 福音帮助我们坚定的保证下继续向前走 上帝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得到一切对于关于永恒生命有益的事 都能够去到获得之彩的 福音是帮助我们在上帝的坚定的保证上继续的前进 上帝他把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就是让我们可以获得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 对我们永恒生命有益的一切都可以供应给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的好消息 但是那些好消息都会令到我们失望的 经不起时间风浪利益的考验 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所谓的好消息 但其实都会令我们失望都经不起那个时间 风浪还有一些很多的利益的考验 早前很多人都吹嘘的 说想投资个虚拟货币 觉得它升得很快可以赚大钱 比如说早前好像有些人是吹嘘说 投资虚拟货币觉得升得很快 很可能会赚到大钱 但如果有看经济新闻的时候 会发现那些虚拟货币就跌到很低 但如果最近有看那个经济新闻的话 会发现那些虚拟货币就跌到很低 今天吹嘘的明天成为可笑的笑话 今天所吹嘘的一些可能明天会变成一个可笑的笑话 今天的神话可能是变成明天的童话 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永远有效的真理 当你凭着信心将生命交给耶稣的福音的时候 你是不会失望 福音是不会令你失望的 唯有耶稣的福音啊 是世上一个唯一永远永效的真理 当你凭着信心把生命交给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啊 你是绝对不会失望的 你最近面对了什么人有? 你去超市买菜的时候 你见到食物价格这么贵 入油又这么贵 收入和通货膨胀根本跟不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些忧虑啊? 最近你去超市买东西吃的时候 发现食物价格这么贵 去加油的时候 汽车加油又发现油价很贵 觉得收入又可能跟不上这个通货膨胀 你有忧虑吗? 你眼见或者听闻有不少自己认识的亲友离世 你有没有忧虑呢? 眼见或者听闻一些自己认识的人或一些亲友离世了最近 你会有忧虑吗? 你会有忧虑呢? 你会有忧虑呢? 就是说我放下一些与上帝相处同在的时间 去多做一些工作 甚至是多找一份副业多赚一点钱 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能够能够让你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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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生的人有不安 你会有忧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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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忧虑的同在,可以得到那个真的是温、安稳、然后无尽的喜乐 这些才是永远不变的 我鼓励你依靠着福音的大能去为神上路 所以我鼓励你依靠着福音的力量去为神上路 不要再为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忧伤、迷茫啦 不要再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忧伤、感到不安和迷茫啦 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爱你的神手中 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将来都在永远爱你的神的手中 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神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到我们 以致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神把他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以致我们在耶稣里面可以得到一切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东西 福音的大能令到我们能够战胜绝望、骄傲、贪婪、情欲等等的诱惑 福音的大能可以让我们战胜绝望、战胜骄傲、贪婪、情欲等等的欲望 也都只有福音这个大能能够去到战胜一切阻碍我们的事 让我们得到永恒的喜乐 我们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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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能够拯救你我 奉基督的名祈求 奉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各位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网上敬拜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网上敬拜 我们网上敬拜团队有 Victor,Yvonne,Dennis,Joey和Ivy 我们的网上敬拜有 Victor,Yvonne,Dennis,Ivy和Joey 接着来请大家欣赏我们的报告事项 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观看我们的报告事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晓得敬爱上帝和他的圣子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能的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赐福给你们 直到永远 阿门 你们要平平安安地去爱主和服侍主 奉基督的名 阿门 大家同声说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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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